其实真的很难想象 一个相机品牌的一个型号 会因为一颗子弹而声名打造 但这件事情 确确实实发生在了我们现实之中 这台相机叫做索尼A93 而给它附魔的人 叫做唐纳德·川普 我必须实话实说 其实本来很久之前 我们就打算做一期索尼A93的评测 但一直在纠结 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测试它 它本身的确有一块革命性的 技术的传感器 全域快门的堆战式传感器 超级强 但是它另一方面 它又不像别的那些 完全改变了使用形态 或者使用方式的设备 比如索尼A7S3 大疆的雾3 还有如影4D这样的设备 这些设备我们确实可以做一期 很长的充满感情的评测 但是A93你会发现 它还是活在我们熟悉的 这么一个机身 这个微单的体系里面 性能参数上你真的要说 它也没有拉出太大的区别 即使它真的很强 所以最终经过思考以后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专注度 回到这块升级的传感器本身 全域快门 它到底为A93带来了什么 又付出了什么样可见的代价 就本质上它就不是一台 给所有人都会用的相机 但是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台索尼历史上最快的相机 到底怎么样 这台索尼历史上最确定 如果你花了44,999元购买这台A93 你就能够发现这个新一代的索尼相机机身设计 对比传统的索尼相机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 它现在看起来更加圆润了 尤其是握把 你一眼就能看出区别 握上去的舒适度差异非常大 比A7M4那种抠手的感觉 这是明显要好了很多的 配合上这个619克不算特别重的机身 也就更加适合去拍摄体育运动 或者野生动物这种需要长时间握住相机的体材 然后就是这两年在行业里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个屏幕改变 就是像松下这样 其实很早就采用了四轴翻转翻折屏的设计 又能够满足拍照 又能够满足视频的自拍 所以在A93上现在你也能看到这样的设计 能够翻两下这块209万像素的翻转 加上一个翻折屏 无论你用哪一种角度来进行构图 都能够获得一个不错的拍摄体验 并且这块屏幕设计没有让它的机身变得更厚 除了这个屏幕的黑边 会让你觉得有点个异 如果能够全部用上的话 屏幕显示面积能够大很多 但是目前它和其他松下相机的屏幕大小 几乎就是一样 就不是特别舒服 那如果你再仔细观察 你可以发现另外一点 A93的机身设计对于拍照来说 也做了一定的优化 那在机身顶部左侧 现在你有了一个双层模式的转盘 能够更加快速地切换拍照时的对焦模式 还有连拍的方式 那同时在机身卡口边上 新增了这么一个C5的按键 你按住它 然后再按住快门 你就能够触发这个狂暴模式 能够用整个画幅 全画幅来进行每秒120张照片的连拍 这个声音谁听了 不会有一点热血沸腾的感觉 对吧 只不过这个声音 它是一个电子模拟的声音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快门在动 本质上就像是一个电动汽车上面的模拟声浪 稍微有一点脱裤子放屁 我觉得不算特别好听 那接口方面 这基本上算是整个索尼微单产品里面 A93是最集权的 现在你有了麦克风接口 耳机接口 Type-C接口 Multi接口 闪光灯接口 标准的HDMI 以及一个网线接口 非常的多 基本上你想连个啥都可以 只是少了一个时间码的接口 那卡槽方面的话 双CFA兼容SD卡的设计 基本上就是索尼的最高配了 那如果你想解锁A93的全部性能 基本上SD卡就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所以你需要用到CFA卡 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看看我们和ChipFence 最新联名的CFA4.0的高速金卡 有着CFA官方的VPG认证 最高1750Mbps的读写速度 IP68级别防水 我们公司自己的项目 也在使用这张卡 所以欢迎你去看一下 那本质上有了这个高速的存储戒指 索尼算是脱离了高速记录的所有瓶颈 传感器 处理器 再到卡里都没有问题 那要对得起这个4万多的价格 你其实买的说真的不是别的 这些都是小改进 你就是在买这一块 全域快门的传感器 它不是行业首创 但是在这个大小的机身理念 它在当前就是独一档 怎么说来着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我认为我完全不破 我认为我完全不破 我线上的脑挤 我只要一块热线 我只是一块热线 在这些热线 有个好处 好处 好处 是最好的 我认为我 我认为我 好处理器 我认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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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put together You and I We go put together 这里开始我们讲的内容会深一点 我们想简单的讲一下 全域快门和滚动快门的区别 还有这个快门结构到底是什么东西 通过高速摄影机我们拍了一下快门 你会看见从过去的单反相机到现在的微单 我们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也会看到它有这么一个结构 在慢慢的翻动 这是机械快门 而整一个光讯号转化成电讯号 最后形成图像的这个过程 是由一个传感器的曝光和读出 这两个必要条件所构成的 首先是曝光 传感器通过机械快门连了上下的运动 来进行物理层面的光线的遮挡 挡住一行就是一行 来帮助它实现快速的曝光 随后曝光的传感器 将接收到这些光讯号转化为电讯号 再进行一行一行的读出和各种处理 最后转化成我们所数字的图像 其实你会看到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个结构 快门会翻上去 这时候它不再采用机械快门来进行曝光 它会采用电子快门来进行曝光 因为没有一个物理的快门连 来进行遮挡传感器的曝光 而是传感器自身通过 依次激活每一行像素 再屏蔽掉其他像素的方法 来逐行进行曝光 再来进行读出 这个过程比起机械快门 就会非常考验传感器自身的实力 如果传感器的读取速度不够快的话 在拍摄高速运动物体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扭曲 因为一行一行读不过来了 这个现象我们很熟悉 它叫做果冻效应 这种果冻效应 如果只通过提高普通传感器的读取速度的话 它只能减轻 但它几乎不可能彻底消除 但是如果这时候你使用这种 叫做全域快门的相机 这种传感器 你就能够彻底避免果冻效应出现 因为它和我们上面讲的卷帘快门 最大的区别 就是全域快门 是直接曝光整个画面所有的像素 然后把所有的信息暂时进行储存 再把它们逐一的一行一行读出来 那全域快门为什么能够将信息暂时全部储存呢 它有什么区别 那答案就是全域快门的单个像素 会比卷流快门额外多这么一个电容 以及两个额外的晶体管 而它们就是用来暂时保存这些电讯号的地方 那我们只是比较简略地阐述了一下差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传感器背后的原理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位更加专业的UP主还有这些文献都可以 但问题是既然现在有了这个技术 为什么所有厂商不选择这样的方案呢 明显看起来是更好的对吧 那答案就是第一 单个像素因为需要增加这么多精密部件 落实到整块传感器2400万像素 那这个制作工艺就可想而知 要增加2400多万个这个结构 非常复杂 它的成本和造价是明显高于卷帘快门的 第二点 就是因为这些晶体管的数量多了以后 留给原本的光电二极管的位置 也就更少 所以它的感光能力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 它的动态范围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你抛开这些所谓的劣势 我们再来看A93配上这个痊愈快门 它底层优势就是独一挡 接着一下 In a cloudy day 如果以前你想在白天使用闪光灯的话 你会发现有点麻烦 因为卷帘快门本身的限制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闪光不同步的情况 就会画面只有一片白一片黑 看起来很奇怪 所以你需要缩小光圈 要不再备一个ND滤镜 保证你的快门速度始终和闪光灯速度同步 才不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但现在你使用索尼A93 你可以抛击这些繁琐的操作 全于快门允许你只要像这样简单调整一下快门 就可以同时实现闪光灯 还有大光圈的效果 这也似乎成了A93独有的一个优势 其次也正是因为A93不存在这种物理形态的快门连 所以现在你有着最快八万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 这非常的恐怖 别的相机只有四千分之一或者八千分之一 这个A93确实要猛的多的多 你可以调整它整体的曝光 相比过去相机需要一直翻这个快门连 A93现在连拍模式下 因为不需要翻它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它做到一个很离谱的拍照功能 就是预拍顺 它能够记录你按下快门前面最长一秒钟的滑度 大大增加你出片的概念 然后就是这个每秒120张的2400万像素的 14bit RAW照片的连拍 本质上你想一下 其实它120张照片 那不就是一个6K 120帧的视频吗 对吧 还是RAW视频 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样 当你按下快门的瞬间 你就获得了两秒钟的真男人的时间 因为它只能拍摄两秒钟左右 但是当你慢放之后 它会变成8秒或者10秒钟左右的30帧 或者24帧的视频 虽然只有两秒钟的真男人 但是它也是真男人 A93上面这块2400万像素的全域快门堆栈式传感器 现在最高在视频模式支持你记录10bit 422 6K超彩的4K 60帧的视频 还有这个没有裁切的4K 120帧 并且你依然有着XCVC HS XCVC S XCVC SI 各种记录的码率 还有规格 只是依然没有内录弱的能力 也没有6K的视频的记录能力 那至于这个4K 120帧的话 A93确实很猛 它是像素合并 锐度上确实比不上6K全像素超弹的4K 60帧 但是从升格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认为 它比A7S3还有FX3这样的相机都要厉害一些 那到底哪些地方才是它的劣势呢 那答案我觉得就是A93的动态范围 现在A93的可用动态范围我们实际测下来 发现是不如FX3 大概在12.5档左右 不算差 但是两者的差距在一档左右 主要在暗部放大一点 你看一下就是能感受到这个差别了 要说对比的话 它的成绩和Sony的FX30有点像 那它不差 就是意味着你在使用A93的时候 你需要非常小心地去进行曝光 哪怕是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 只要你稍微欠包一点 这个画面的暗部就会出现这样不太好看的噪点 去影响你的画面 所以向右曝光 也就是通过增加进光量的方式 把画面拍的亮一点再拉回来 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其次还有点影响它的噪点 我觉得很麻烦的一点 这是A93最大的痛点 就是Slog3之下它的几条ISO变成了2000 也就是不能再往下降 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想用A93来拍摄视频 之前在拍照的时候丢掉的ND滤镜 基本上都得剪回来 如果A93有一个像FX6那样的内置5GND 那也会方便一点 但是目前就是没有 所以相对来说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你会比常规的A7M4FX3都要难调曝光很多 至少要像它两档的曝光降不下来 至于高感的话 你依然不能够期望这块全域快门的相机 能有多强大的高感 虽然我们发现A93在Slog3的6400ISO这个档位 似乎是它的第二档 画面会变得更干净 但是你的预期就不能把它和A7M3和FX3来对齐 确实还是噪点要比它们要多不少的 那另外一点是A93依然使用的是FZ100的这块电池 续航能力还属于比较强的水平 整体视频功耗和A1基本持平 三块电池左右能够满足日常的拍摄 另外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热 这个A93的表现我们实测下来 发现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信用它持续录制XAVC HS200Mbps每秒的4K60帧的视频 只过了30分钟就发生了过热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然后第二天我们再来进行测试 同样的规格一直录到它没电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 它又没有发生过热 只不过出现了这个黄色过热的预警标志 而且机身会变得非常的烫手 用着不是很舒服 但是在杭州夏天40度高温之下 多拍一会儿 它说真的也是会过热的 这一点会让我有点担忧 反正它应该还是拍照会更稳一点 拍视频没法超长时间记录 其实除开传感器和这个画质以外 索尼还在机身的基础软件上做了一些迭代 现在你可以看到A93上面除开这个8级机身防抖之外 还有着这个ZV11上面同款的动态增强防抖 这两者加在一起 比我想象的化学反应要好得多得多 开启之后虽然会有个比较大的裁切 大概1.5倍左右 但是你能获得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画面 大多数情况我都不需要带稳定器或者三脚架 也能比较从容的进行拍摄 所以总的看下来索尼A93 现在就莫名其妙成为了索尼相机里面 防抖最强的一台相机 反正我们综合拍下来 感觉它拍纪录片还是挺合适的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的相机 都是适合拍纪录片的 接下来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对焦 总统级的对焦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对吧 都已经被行业所认证了 知哪打哪 有了AI智能的芯片帮助 使得它识别的对象数量变得更多 识别速度也变得更快了 你仍然可以用索尼之前的这个功能登记人脸 让它快速认出来这个人 就只对了它来进行拍摄 人物转身背对或者出画和入画 它都可以对上 距离拉远 这些它也都能识别出来 基本上不用你操心 那么公司假如拿着A93去西湖边上 拍这个树上很小的松鼠 它也能够很快地识别 并且对上焦 这就是行业里面目前最强的视频 还有照片的自动对焦系统 我觉得都不需要受质疑了 真的就是最强 非常非常的可靠 那另外就是这个视频模式之下 现在支持了自定义拉特的导入 简单来说 你可以预先导入你做好的一些 符合你曝光习惯的风格化预设 来让你在前期间看到后期调色之后的画面 并且如果你拍摄时间比较紧张的话 你可以直接选择套用这些拉特 来获得一个直出的 你自己定义的画面 效果也都还不错 所以总的看下来 A93就是一台非常易用的相机 不会因为更贵或者更专业变得复杂 反而更简单了 屏幕变好了 菜单优化了 过去索尼我们经常吐槽的地方 你会发现 它确实在A93上面 基本上是一个极大声之作 全部都给修掉了 我现在很难挑出一个 我觉得这台相机 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的点 可能缺失内录的RAW 还有6K记录能力 是我能够抱怨的视频方面的问题 那讲到这里 A93讲得差不多了 我想再聊一下 现在我们评测相机的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 像A93这样的相机 确实很特别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这么的兴奋 可能核心的问题 在于现在相机拍摄的画面 都很清晰 我还记得几年前 让我兴奋的很核心的一点 是从1080P到4K 那个时候感觉画质的提升超级大 然后从跳彩一样的各种拍摄 再到超彩一样 画面也会变得更锐 从8比特420到10比特422 从A7S3能够拍摄4K120帧 R5能够拍摄8K 这些以前的不敢想的事情 突然做成功 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激动 但是现在你要说 这个6K和4K差别有多大 我们说实话 你在手机上能分出来吗 各个视频平台还在降码率 本身看到的画质也在变得更差 所以我就会发现 哎呀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难做以前那种 充满感情的产品 我不想硬耳一个情绪 来就是阐述一个 我自己没有那么兴奋的产品 那就变成表演了 对吧 A93我觉得确实让我亮了一下眼 但是你觉得呢 你对它是什么感觉 我个人觉得没有那种 让我觉得 哇 什么都变了的感觉 如果你要说 现在还有什么设备 能让我今年会特别激动和兴奋的话 我觉得BMD那一台 能拍摄空间视频的17K的相机 我觉得虽然很小众 但是我个人也许用到之后会比较兴奋 还有什么能让你兴奋起来的相机 我很好奇 所以这就是这期 我们索尼A93上手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够对你有些帮助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 评测视频是我们的兴趣 说真的这台相机就是我们自己买的 我们不收厂商的任何钱 我们之前的评测也没有收过 只是想把一个还不错 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产品 分享给你 精彩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也务必给我们点赞转发 就有那种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